《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我這個題目 是一個比較 猶豫不決的題目 為什麼呢 就是尊重老衛 你知道嗎 我回憶 我只能說回憶 我看了看 好像我這裡成了歲數最大的 您在這 文化大革命時期 我就是十八、十九、二十歲 到底是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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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是文革三年 哦 文革三年 平一四十九 平一四十九 我說這句話 就是我好歹 還在那個年齡 是那個年齡 親自參與了他的整個過程 不光是北京 還有全國很多的省 所以呢 我別的不敢說 我可以談談回憶嗎 談談印象 我寫這本書 在八九年鎮壓之後 是在八九年底 躲到一個朋友家寫了一本書 叫《歷史的一部分》 當時我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 這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都寫下來了 實際上是一個帶有自傳色彩的東西 其中我這個 有這麼一段 我念一念 大家聽一聽 在文革初期 1966年下半年 或遲自1967年初 北京出現了一個工人組織 全紅總 它的全稱記不清了 大約是全國紅色造反總團 一開始就毫不含糊的代表工人階級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表現出一種獨立意識 雖然這些要求都為經濟要求 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 這是政治要求的先生 當這個組織剛剛開展全國性活動 共產黨最高當局便於迅雷不羈掩耳之事 宣布全紅總為反動組織 逮捕了他的領袖 取締了他的組織 這大約是文革之初 清定的第一個反動組織 目前我所都沒有任何數據可查閱 在核實之前大約二字暫時保留 當時群眾組織林立 共產黨為何偏偏視全紅總為洪水猛獸而大下殺手呢 事隔多年我才理解 這是由於這個工人組織 一開始就脫離了共產黨群眾鬥爭 為上層鬥爭服務所用的軌道 而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 將自由的獨立自主傾向 這是我當時記得 我為什麼說抄下來這個 我說這真的不是我事後的這個謊言 我給你聽說一句啊 全紅總是實際上是全國總工會的造賣組織 全國總工會叫全總 所以它叫全紅總 不是不是 老衛這個 他這個印象是錯誤的 我逃亡到美國以後 我這個了解到全紅總 他的全民就是叫全國紅色勞動者 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 我後來證明我當時我記得這段話 就是當時我當時的印象是基本上是準確的 這個全紅總他的訴求是什麼呢 他的核心是一批臨時工合同工 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的最底層 他們要改革這個制度 他們認為他們受了歧視了 他們的規模奪戰 是全國至少有十幾個大城市 省會大城市的分團 它是一個全國性的工人組織 它這個佔領這個1966年12月份 12月份它就佔領了這個 它是北京分團 光北京分團 它就來了五萬人 把整個長安街全堵了 天安門廣堵了 然後下邊就是在天安門廣集會之後呢 就包圍和進駐了勞動部 然後呢這個當天晚上 這個中文來將軍 他們反應很快 他們就想利用這個組織 因為當時這個要想造成一種全國性的混亂 打亂這個黨的這個政府的這套機構 好有這麼多工人起來了 特別高興 然後就想利用它 這個是1966年12月26號晚上 然後將軍陳普達康生他們這些人都接見了這個全國總的代表 但是全國總在當時就他們這個要想招呼他們 招安他們的 然後他們當著他們的面提出了毫不客氣的指出 現行的臨時合同工制度 把幾千萬工人的政治權利完全剝奪了 而且舉出了17年大家不要忘了 他舉出了17年以來 就是說共產黨建政之後 工人受壓迫受博削受歧視的真實事件 然後呢這些中央大員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而且說人大會堂的服務員很多人都哭了 他們這個全紅總他們當時有什麼設想和什麼安排呢 他們準備在運動後期 他們認為是六七年 運動後期把全紅總的性質確立為常設工會性質 並且獨立於全國總工會之外 展定名為全國勞動者聯合會 老衛剛才說的那個是不對的 全國總工會內部有一批造反派被他們裹挾進去 但是他們的主體不是 不是被他們裹挾進去 而是他們幫著發動的這個 因為全總那些人他們 他們作為全總工作人員 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聯繫方式 聯繫渠道 他們幫著發動起來 但是我要告訴你 謝謝 我接著說我要告訴你一個 就是全紅總46個常委 基本上是每一個省一個 那這個全國總工會到哪去了 他們計劃是在這個六七年 也就是他們現在是六六年底 準備在六七年五月一號在廣州 要召一個第二次全國代表達會 如果一旦遭到公開鎮壓 馬上轉入地下 在雲貴川三個省要建立自己的基地 結果後來這個沒過十來天 然後這個周恩來辦公室就通知了 說這個不允許有全國性的組織 說地方上的組織可以多你們地方的權 你們是要多中央的權嗎 那對 然後這個 你們要自己帶頭主動撤銷解散你們的組織 否則這個後果嚴重 那麼這個時候呢 這個全紅總的反應是什麼呢 在三天之後 接到這個警告 三天之後 全紅總三十萬人 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示威 主要口號有 要革命要造反 要吃飯要生產 誓死砸碎一切剝削制度 全紅總是革命組織 在遊行示威之後 全紅總的總部委員召開會議分譯局 是認為擺在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 一條就是主動撤掉組織 逃歸家鄉去尋找安全 但是呢 你很難保這個沒有秋後算賬 第二就是硬頂下去 硬頂下去 大家就要做好殺頭坐牢的準備 如果是失敗了 如果是失敗了 也可以喚醒工人的覺醒 最後這件事情不能定 怎麼辦呢 投票 五十六個總部委員 四十五票比一票 決定堅持到底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些人 我們也都上歲數人了 我們想想那時候的那一批年輕工人 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我們可以理解 它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呢 全國各地全工總各級負責人 基本上都是被逮捕 不是說幫助北京的這批人 就全國大逮捕 總部工人領袖 就是他們這個總部的工人領袖 分別被判刑要二十年 兩個十五年 十年 兩個人七年 一個人五年 這可是他們沒有參加任何打砸場 沒有任何這個可以抓得住的把柄 就是一個 你成立了這麼樣的一個組織 半個世紀過去 再來談全工總 我們很難說 他們不是獨立工會運動的先驅 在全工總十三年之後 1980年 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中 第一個被共產黨控制的 自由工會 波蘭團結工會成立 這是在全工總十三年之後 經過了九年鬥爭 推動了半自由的選舉 結束了波蘭共產黨一黨專政 這個選舉日 就是 這個就是說 把波蘭共產黨選舉下台的這一天 就是我們 6月1989年 6月4號這同一天 我只能講一點兒 因為時間就這麼短 我只能講一點兒 就是說我作為一個 18、19、20歲的一個年輕人 一個造反派 在北京 在四川 在貴州 在廣西 在這麼多地方 我所的一種感覺 我的一種感覺 剛才那個 葉林有句話說的好 我們很多人 在思想感情上不是一樣的 在思想感情上不一樣 這裡頭我覺得 應該取決於你當時所在的位置 你比如說我很理解 一個 一個 一個地 地主 他們一家人 在文化革命中 全都被殺了 還有一個 幸存者 你非要跟他講 文化革命有什麼 極極意義之類的 這也不用說了 對不對 如果一個從一開始 就關在監獄裡 一直到文化革命結束 才放出來的人 他對外邊根本不清楚 在裡頭他受歧視 出來還受歧視 我想他立場也很簡單 如果一個 在文化革命中 原來他還是高居官位 一下突然 就被人打倒了 然後受盡侮辱 然後呢 這個 也被 抄家了 什麼的 他肯定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像我這個感覺 又很複雜 我是根本沒有 這個 我出身不好 我是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 全力 好不容易 就是說 我出去 我為什麼能出去參加 什麼 全國串聯 為什麼 我們需要的 紅衛兵不知道 因為有什麼一個 給我一勒令的條 上頭蓋了一個 這個 什麼 他不叫 清華府中 紅衛兵了 紅衛兵 戰校 紅衛兵 啪 一大紅戳子 我就把他其他那部分文字給cut掉 就剩了這麼一張 大概就這麼寬一個條 對 就剩這麼一張 然後我就拿這張條寫上了這個 我 我的這個 建造信 到什麼 去 去 傳聯 我這麼才敢出去 然後出去以後呢 看見人家都在造反嘛 而且是看見人家 把這個 什麼 把這個什麼 所謂保守派 還有把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咱們這種 膽小的人 才敢跟著上手 也沒敢打人 但是跟著 跟著 就好 但是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 起碼文化根本中 我從一個 最底層的一個 根本 不能有任 不能說話的 這麼一個 沒有最基本人權的人 到了時候 居然可以 也藉著某種機會 也可以喊兩句口號 所以我覺得 我的感情 起碼是複雜的 不是像一個地主 就是說 他們全家被殺光了 那種感覺 我參加的事情 比他們還要更多一點 我感覺得這個 人民的 他表達自己的願望 和爭取自己權利 這方面的東西 可能會多一點 我這個 不敢說我自己是正確的 我這個 提出來的 一方面 一個方面 你講講其他的舉動 我們什麼農民 這些 我沒有這麼多時間了 我們時間 我已經把陳奎德的時間 給了牛分 這麼多 對 對 共產黨 比什麼哥爾巴球 會比較聰明 他們自己是搞革命出身的 他們是出身的 他知道你什麼事 可能會引起革命 馬上要鎮壓你 但是其他教科學組織 鎮壓得晚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他有受 跟著毛澤東 走這一段 你跟著我走這一段 行 然後走著走著 就開始 不走他的路了 就要開始鎮壓了 對 我要插一句啊 我小時候 正是在大街上流浪的時候 確實看你光 一幫老頭老太太 臨時工什麼的 我們要工作 我們要生活 就你說的那幫人 你知道吧 那時候一看 又喝 這這這 街道老娘子怎麼上馬路了 這抗議什麼的 家庭就是用人什麼的 但是他們說 我們要工作 我們就是臨時工了 不平等 就不平等 對 這個遊行 而且浩浩蕩蕩的 就非常清楚 這個鎮壓得非常快 然後很快就鎮壓 我們研究我們的理論的人 都很注意 有一個人叫 楊錫光 就是楊小凱 楊錫光 楊錫光他是一個 江西省 省委秘書長的兒子 就是因為 彭頭白事件牽連 所以後來也受迫害了 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們家有一保母 他原來認為他們家 跟保母處理的關係非常好 就是 後來他文化革命中 這個發現 保母也造反了 然後他跟他保母呢 就有過私下的這個談話 後來發現這個 原來對他們非常好 畢恭畢敬的這個保母 內心充滿了對他們家的仇恨 對對 所以楊浩凱說了一句話 說這件事對他的震動 是極極強烈的 他知道當時人民是敢怒不敢言 沒錯 只要有機會 他一定要辦法出來 就這麼一個跟他們有私人關係 離保母 最後都說清楚了 我跟你們家 整招整招 是啊 真正的就是 德爾拉斯說那個新階級 新階級 你們是個新階級 你們現在在壓迫我們 然後這個楊小凱 楊錫光 他寫的那個 中國向何出去 就有這句話 對呀 就不知道誰抄誰 他抄德爾拉斯 肯定他抄德爾拉斯 德爾拉斯 德爾拉斯 因為他就說已經說清楚了 這是出現的一個 壓在我們頭上的 新階級 對 就是反紅色資本家 紅色官僚 他就是楊小凱打出的旗號 對 是這樣 所以其實文革的時候 想趁機造反的人 心懷鬼態 趁機造反 非常多 對 不是少數 但是這裡頭就是有一條 共產黨也非常清楚 你順著我的 你打毛主席旗號 你如果反對什麼 柳爾西 可以 你要不打我旗號 然後還不反對我 讓你反對的人 立馬滅了你 然後保留那些其他的 更傻一點 像匯大夫人 我那監獄經常說的 不是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比較傻 所以你 一直熬到六九年 才把你們折壓了 六八年 六八年 學生跟工人不一樣 沒有工人看得清楚 學生他帶著一種 受共產黨意識現在影響 他在相當大程度上 他還真是 他對社會了解也是 沒有利益在頭 老公我們期待後邊 你再繼續再說 沒有沒有 我時間過去了 如果再給我 還給我七分鐘或者是八分鐘 還可以 再講一段 你們猜猜有多少槍 多少槍 你知道 十萬槍 毛澤東自己說的 發了一百萬槍 OK 記住啊 文革的時候 人民手中是有 一百萬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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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連菜刀都不許 成槍啊 成槍啊 真正的武器啊 武器啊 包括機關槍 包括機關槍 這我就想 我想說的是 我為什麼想連現在呢 現在我們看見 菜刀都不許有 國務院總理到那一條街上去賣肉 那有個笑話說 你今天肉價錢不錯啊 說不錯 賣得不錯吧 賣不出去 為什麼因為您來了 然後那沒關係 我來了 給我喝一禁吧 無禁 沒到 沒到 就是說現在的控制啊 再舉兩個例子 我前大概四五年前 我就看見過一個真實的例子 在中國南方的一條高速公路上 有五六輛大廈車被攔下來了 那炒騰大廈車 裡面全是狗籠子 全是狗 那些狗是帶宰的 屠宰場的狗 但是呢 就有群眾 不知道出什麼事故了 這個老大媽老大姐呢 就把這車給攔下了 心懷不忍 然後就打電話叫 反正就是來了一些 又來一些老大媽 全是一些貧苦人 就是這些仁慈之人 然後呢 就把這車來 就不讓司機走 我們想把這狗救去 你們再走 你們要錢嗎 我們湊錢給你 對吧 我們買了這些狗 我們就想救 就這點事兒 警察來了 驅散了 這例子 我當時就想 現在中國 當年的中國 還不是習近平上來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是 鳥協會 釣魚協會 貓什麼什麼這呢 你可以有 但是你別聚眾 你不管是什麼原因 哪怕是因為鳥 因為狗 因為什麼寵物 你只要聚眾 就不行 不行 為什麼 現在的民間 這種仇恨 這種 遠遠大於文革事情 遠遠大於文革 對 所以它可以借著鳥協 只要聚眾那口號一變 就哗啦就全變了 所以呢 他們很聰明 別說 都氣發了 到菜刀不敢弄 聚眾都不行 所以我現在就講 接著問一個問題 習近平上來之後 民間有一種嚴重的憂思 就是文革回朝的憂思 很多人都在討論 文革到底回朝還是不回朝 我昨天採訪正義 不是我採訪 實際上是重慶拍那個 紅衛兵紀念幕的一個老哥們 你非要我幫著他採訪 我就把他錄了一段 那個 當時就 我不是為什麼說到這兒嗎 我就 我就是 你才發現很多事 你不一定了解 我不一定了解 然後呢我就是想說 那些現在呢 現在的中國呢 不僅不許聚眾 也不能發武器 但是文革是不是 有可能回朝 正義回答我說 老百姓不清楚 紅二代清楚得很 能不能再發動一次群眾運動 以任何名義敢不敢發動 這是從上層來講 當然我覺得底下有造反的情緒 有寵毛的情緒 因為他站在地獄裡頭 鄧小平這邊也地獄 毛澤東這邊也地獄 但是他就在地獄裡 他不知道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他這個資源就這麼點 我這鄧小平是在貪污腐敗 所以我們還是回過去吧 所以他從另外一個火坑 想跳另外一個火坑 鬧來鬧去倆都火坑 但是你告訴他新的東西 因為他沒有 他信息控制太嚴 他只能這麼想 我覺得是有 但是呢 這紅二代呢 他們當年 他們 我就說他們當年是紅二代 跟你不一樣 您是黑二代 您那個 就感覺到底層的這種火山運動 他們當時 他們可是紅的 對不對 他們雖然父親母親哀症 但是他們自己是紅衛兵 他們會不會 都變成狗仔 對 但是正義的意思就是說 正義的意思就是說 正義的意思就是說 你來晚了 你的時間被正義占掉 就是 是啊 我們是宣布的 我接著說兩句就完了 就正義認為呢 現在的中共高層 對這一點 這一點很清楚 他們未必敢發動 以任何正當的名義發動 但是呢 現在反過來了 就是民間呢 有這種情緒 我就是非常想 figure out 就是 到底是 最近的未來會出現什麼情況 因為前一陣 那不是有一個什麼 人民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 對對對 紅歌 紅歌 你看你屁事兒 那個大王東的手 什麼毛澤東 東方紅 所有的最 消滅帝國 美帝國第一 大標語都寫 那個照片 全是文革照片 就是文革 就照搬上去的文革照片 而且習主席 我們不知道怎麼 該稱呼您 而且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呢 這幾個 什麼西洋 西城區 宣傳部啊 什麼 就必謠 說是 就是申訴 說我們受騙了 說這不是宣傳部弄的 這是一個 某一個什麼 演出公司 冒充宣傳部 什麼什麼什麼 想撇清自己 但是問題是 如果是宣傳部 就中宣部 你就 如果是中宣部弄的 你沒受騙 那你就幹什麼 對 他不想這問題 所以我就 這些種種的現象 我就使勁想 使勁想 是個什麼樣子 我就很想 現在討論文化大革命 其實我們討論文化大革命 其實歷史總是 總是 黑格爾馬克思 那個馬克思和黑格爾都說過 歷史 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 會重複兩次 但黑格爾說 馬克思說 第一次是悲劇 第二次是鬧劇 但是這個東西它會怎麼呈現 是一種什麼形式 我覺得我們討論來討論去 肯定是對於中國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歷史線 因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我給你續幾段 第一 文革時候發槍 發的都是親定的造反派 幫助我們打對手的 在武鬥中你們不要失敗了 這麼發的槍 現在中國的槍比那時候多得多 這個可能是13年還是12年的時候 公安部的正式統計 就是能統計到的 包括發了槍證的槍 超過軍隊和武艇的總和 這是個小問題 但是這些槍 現在槍都發給誰呢 你比如說我弟子辦個場 小資本家了 去一申請 當然也有紅二代的關係 廣西那個部隊都是說 我把原來那軍下來的幹部 一拿就拿到了 類似情況 現在這些槍 除了在黑社會手裡的 大部分也都在自我家手裡 所以說呢 還是跟這個利益集團很近的這些人手裡有槍 老百姓手裡沒有槍 要有槍 楊家就不是拿刀去殺人了 對不對 所以共產黨還是很小心的控制著那個槍 只給他們自己的這波人 或者是跟著他們走的人 這些人可以有槍 這是一個啊 剛才你說的這文革 發動文革 這個各個不同階層的心態是不一樣的 有一批人 你像那個 現在變成貪官污吏的這些紅二代 不是所有紅二代啊 你說話不要全包括啊 包括本人也是 包括90%以上的 現在也都是普通老百姓 他們的利益啊 觀點都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樣的 這部分人 他當然不想發動任何運動 因為他們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剛才講的 現在很多老百姓說 你再來一次文革 我們不會像上次那麼受騙了 這回我們要真玩了 很多人這麼想 這些正在當貪官污吏的這些 不管是不是紅二代 不一定 當官的人很多 大部分並不是紅二代 他們一樣不能讓你搞文革 你要搞起來 一鍋端 對不對 全部弄掉 實際上 薄熙來被搞掉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 包括這個原因 薄熙來急了 他還想利用這個毛主啊 想利用毛派啊 利用老百姓這種心情 抬高自己政治地位 可是呢 共產黨那個統治集團裡 不管 溫家寶可不是紅二代 他是黑二代 對不對 但是這些人 他們的利益現在在這兒 堅決要把你搞掉 你有這個苗頭也不行 就一定要把你搞掉 但是老百姓裡邊呢 很多人 這就是咱們在討論文革教訓的 也很重要 老百姓很多人 老以為我打紅旗 反紅旗 我就可以成功 這是毛派的主要想法 毛派並不是都喜歡毛澤東的人 就我所知 就很多人就是根本不喜歡毛澤東 但是他公開要這麼嚷嚷 為什麼呢 他說我們拿毛澤東打鄧小平的話 你不好整我 我們打著紅旗 反紅旗跟文革的時候一樣 我們打著毛澤東七號 反對你那個什麼省委書記 這你沒法整我 對不對 他們都懷這個幻想 但是 他們低估了共產黨的智慧